畫面中可以見到 這輛的士的車頭側到左邊 車尾損位,部份零件散在地上 攝氏的司機和乘客落車了解情況 救護員到達現場協助傷者 現場出現長長的車籠 事發是星期二晚上10時多 一輛的士和另一輛私家車 沿龍長道往觀塘方向行駛 去到龍長道遊樂場時發生碰撞 的士的男司機和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 要由消防員救出 三名傷者頭部受傷,清醒送院致理